任翠湘公所迎接八一原住民族日 规划一系列庆祝活动 30号下午首先登场的原住民音乐歌谣及小农士集 届此让游客民众认识在地部落文化特色 而现场民众也还翻天 各式各样部落在地特色产业的摊位 热情迎接游客民众来消费 任翠湘公所白一责任给你力量 原住民族日系列活动 人潮买气强强棍 疫情期间出现难得的人潮买气 不仅涉探的部落族人小开怀 前来现场参加的游客民众也深刻体验 认识瑞穗在地部落农产文化特色 原住民族日还翻那个大伙子 有 蛮开心的 很多文化啊 这样才好啊 我觉得很特别啊 这边有很多关于原住民的文化 以及在地部落的特产 那也有一些就是 歌舞表演啊 我觉得很特别很有趣 这个活动也会让 会让人家会特别认同自己的身份文化 然后很 也蛮开心能够来到这边参与这些活动 迎接八一全国原住民族日 任翠湘公所提前庆祝 规划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来还庆 即29号举办的 秦美文物馆木雕师展 继歌谣创作成果发表后 今天则进行部落小农事集 以及原住民族乐舞展演 乡长陈金光表示 推广部落农产文创产业 也让游客民众认识在地 部落文化特色 让这个活动可以延续到八月一号 那明天 礼拜天我们公所还办了部落小旅行 那八月一号当天上班的时候 我们鼓励所有的族人都穿族服 包括公所所有的同仁 不管你是不是原住民 我们都希望大家共同来庆祝这个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日子 瑞瑟乡公所庆祝8月1号全国原住民族日 共同和乡内17个部落要嗨三天三夜 从周五静态的展览成果展开幕 今天热闹的音乐小农事集活动 重头戏8月1号原住民族日当天 乡长陈金光表示 不分族群 据凡身穿族服来洽工的乡亲民众 乡公所就会赠送一份神秘礼物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